中国三大乱世,每次都影响中国数百年,最后一次却很少有人提起,中国历史上有三大乱世,每一次都让国家动荡,人民深受其害,影响了几百年的发展,每个乱世的背后都是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,国家四分五裂,英雄辈出,历史改写,但有一个乱世,虽然它的影响同样深远,却很少有人提起,甚至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, 你是否知道,为什么最后一个乱世,反而成为了沉默的历史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春秋战国,前770前220亿,大家都知道,是秦始皇嬴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,他结束了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歌剧局面,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,秦朝,这项功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, 而春秋战国,这段持续时间将近500年的大分裂时期,也同样给后世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,春秋五吧,战国七雄,百家争鸣,一个个熟悉的名词,都在宣告着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,这一切的一切,都要从周朝说起,800年大周以平王东迁为界,分为了西周和东周,其中东周则又以三家分禁为节点, 分为了春秋,战国两个时期,秦朝之前的下,商,周都是奴隶制王朝,集权属性还不明显,周朝采用的是分封制,即所谓的丰邦建国,这样制度在前期周王室影响力大的时候,众人之间还算相安无事,但时间流逝,一些领导人优秀,资源丰富的国家,逐渐拥有了能够和天下共主拼一拼的实力, 心中难免不甘寂寞,谁能想到,一个烽火系诸侯的故事,竟成了中原大地陷入五百年动荡的导火索,周天子在这场闹剧中微信扫地,被迫东迁落阳,诸侯们不再对周天子俯首称臣,争霸之心日渐膨胀,这场闹剧不仅打破了西周延续数百年的统治秩序,更开启了一个兴风血雨的乱世,随着周王室衰微, 各诸侯国开始明目张胆的扩张势力,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等霸主轮番登场,这些霸主在争夺权力的同时,也在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,他们表面上尊周,实则各自为政,齐桓公唯唯就行,显示了霸主的担当,晋文公宠尔流亡,展现了霸业的艰辛。 宋湘公坚持以礼待人,在洪水之战中放弃偷袭储君,最终惨遭失败,这一事件标志着理智约束力的衰落,各国变法改革此起彼伏,商样变法,武器变法等改革措施,打破了就有的等级制度,为后来的统一点定基础。 春秋时期,大家还比较理性,稳得住,见事情闹大了,时不时还会召开会议商量一下,但即使是这样, 在224年的时间里,依然有52个诸侯国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之中,公元前453年,韩赵魏三家分界,给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国家增加了不少底气,局势开始要控制不住了。 60多年后,随着田氏带齐,群雄并起,争霸天下的大戏正式开始上演,为了获取最终的胜利,各国开始积极收拢人才,组织改革变法,图强求存,一时间明的争斗,暗的算计。 纷纷起来,精彩分成,商量变法,李辉变法,申不害变法,各领风骚,以苏秦,张仪为首的纵横家们,以天下为棋盘,操纵百合,百起,连坡,李牧等名将武动战场风云,到了战国时期,诸侯国间的争斗更加激烈,各国采用连横合纵等外交策略。 苏秦张仪纵横百合,在外交场上展开激烈较量,于国两次不听大夫公之旗的建议,最终亡于尽手,岳王勾剑卧心尝胆,最终报了夫,差之仇,这些故事背后,是全谋政治达到巅峰的写照,各国不仅在军事上竞争,在经济。 文化上的较量也日益激烈,记下学功汇聚天下贤才,百家争鸣,推动思想解放,只是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,自己拼尽一切所做的,其实都推动了一个共同的结果的到来,那就是由奴隶制转向封建社会的重大历史变革,这场持续五百年的大变局,最终以秦统一六国落幕,但其影响却深远至今。 三国两进南北朝,二百二十杠五百八十九,春秋战国之后,秦立二十二王,草根刘邦攻入咸阳,待下灭楚,开创了四百年大汉,期间文景之志,汉武盛世。 小轩中兴,光武中兴,共同塑造了汉文化的基本内涵和风范,但是汉朝外戚篡权以及宦官乱政的老毛病,却始终没有受到彻底的解决,直至汉环帝和汉陵帝两朝, 这颗定时炸弹彻底爆炸,时常是作乱,大将军合尽被害,东卓随之进京,扶持陈流王留邪继位,是为汉县帝。 县帝也从此开始了自己数十年的傀儡生涯,汉市已经名存实亡,中国开始进入第二个大分裂时期,三国两进南北朝,也叫做魏锦南北朝,地方军阀趁机崛起,在混乱中壮大势力。 曹操凭借着为财事举的用人知道,网罗天下英才,孙权凭借江东天险,打造了固若金汤的基业,刘备依靠仁德之名,获得了民心所向,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后,每一方都试图统一天下,却又彼此制衡,赤壁之战中,周瑜与诸葛亮的联手。 挫败了曹操的野心,接停之战中,司马懿的老谋深算,击败了诸葛亮的北伐,这些重大战役不仅改变了力量对比,更深刻影响了民生,为了支撑持续的战争。 各方都在劫责而渝,家中赋税,征用民力,百姓流离失所,人口锐减,被迫从巴蜀等地移民填补,草卫后期,司马氏日渐作大,司马懿父子经营数十年,终于夺取政权,建立晋朝,而三国最令人着迷和唏嘘的就是,为了各自理想前赴后继的三个阵营,没有一个是最后的赢家,反而是折服数年的司马氏成功上位。 完成了统一的大业,但是晋朝的统一显得十分的勉强,这一点从他在中国历史上微弱的存在感就能感受到,晋朝建立后仅仅十几年,就因为傻子晋惠帝的上位而变得风雨飘摇起来,统一后的晋朝并未带来和平,巴王之乱爆发,宗室骨肉相残,佛教的兴起,虽然在精神层面给予民众慰藉,却也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寺庙碧役,巴王之乱, 五湖乱华,让本就脆弱的西晋直接变得重病难医,少数民族的铁骑让中原王朝不得不远离故土,开始难度。 公元317年,东晋建立,手中掌握的却只有长江以南的部分土地,北边则形成了五湖十六国的局面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,东晋没有把握住肥水之战的胜利窗口,从内部一步步的逐渐瓦解,并被刘宋替代,从此以长江为界,南北各自为战,互相提防。 中国进入南北朝,三国时期到隋朝再次实现统一的这三百六十多年时间内,中国南北加在一起就经历了三十多个王朝的更替,因此,未进南北朝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政权交替最频繁的时机,为了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。 统治者大量引入湖人充实边疆,这种做法看似权宜之际,却为五湖乱华埋下伏笔。 湖人入主中原后,北方汉人被迫南迁,形成了一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,这些逃亡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,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,南方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,最终形成了与北方分庭抗礼的格局。 从此,长江天谦成为南北分界线,也成为文化认同的分水岭,五代十国,907-976,和之前的经历十分相像,春秋战国之后迎来了秦王朝的统一,结果却二事而终。 如今未进南北朝之后,隋朝统一天下,却也只经历了两代,隋阳帝放弃老爹给自己的大好局面,偏要制造出一些困难找点刺激,结果把自己给完死了。 接着,纪汉之后,第二个国号化为中国人称谓的王朝建立了唐朝。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,中国封建王朝迎来了最为辉煌的一段时间,开放自信,万国来同,和清海燕,歌舞升平。 但是,盛极而衰,古今常理,玄宗晚年引发的安史之乱,宣告着唐朝踏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,当时低势大夫们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,而殿农们却常常一年到头都还不清债务。 这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,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,虽然有郭子怡这样的名将力挽狂澜,但唐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,藩镇割据开始蔓延,节度使们拥兵自重。 有的甚至世袭网替,朱温,李克用等人城市崛起,在混战中逐渐作大,军阀混战的局面,让百姓陷入了更深的苦难,各地军阀为了扩张势力,不断征收赋税,征用民力。 公元907年,唐埃帝禅梁王朱皇,唐朝灭亡,后梁建立,中国正式进入五代十国,五代十国没有前两个乱世那么出名的原因,首先就是因为英雄人物出现的较少,最出名的反而可能是而皇帝石敬唐,从他手下送出的燕云十六周,成为了后来大宋的百年噩梦,其次在五代十国期间。 北边少数民族的成长发展,要比中原王朝迅速的多,比如契丹族建立的辽朝,党项族初步建立的西夏等等,最后一个原因,五代十国与前两次乱世最大的不同就是,因为持续的时间仅将近一个世纪,没能促成大的,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革,反而是弱小的中原王朝在短暂的时间内几经更替,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,科技,文化事业, 也陷入停滞,这七十余年的动荡,虽然时间不长,却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深重的伤痕,南方的十国割据,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分裂,更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, 吴越国重视水利建设,促进了江南农业发展,南唐重视文教,留下了李后竹等风流人物,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,直到赵匡印陈桥兵变,建立宋朝才结束,这段历史告诉我们,政权的更迭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,而这种变革的代价往往由普通百姓承担,每一次乱世都像一道深深的伤疤, 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,这些伤疤提醒着后人,统一来之不易,和平民族珍贵,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,每一次动荡都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,这些历史的碎片,串联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故事,见证着这个古老民族的坚韧与不惧。